欢迎大家回来 我以为只剩下大概两三个人 是没有人想理我了 因为讲了一整天 从早上一直到现在 那么累不累 结果不但都还在 结果还增加更多的人 你们懂为什么吗 来我们掌声欢迎这些日本和韩国的朋友 早上他们来不可以进来 为什么 因为只有讲师能够进来 是不是 已经讲好 只有讲师能够进来 如果已经安排了那个位置 已经不够做了 如果才进来的话 一整天会有安全性的问题 所以接下来这段时间 我尽量说可以减少 看可以尽量把它尽快讲完 要不然整天听同一个人讲 是一种催眠曲 肯定催眠的 我跟你讲 好了 我们回顾一下 回顾一下 刚才的这个 MDO 这个就是我刚才手写 有一点类似 这是电脑写画出来的 那么一般上我写 我用手写 在跟人家谈一对一的时候 我用手写 我写的规格大概是这样 规格就是这样子的 每一支写都一样 然后这边的一到四 我都会 这边的一到四 写到这个地方 写给它满 然后画一条线 写五六七 七就比较多出来一点点 画一条线 不过这边就没有 有一个空位 就顺便放到一个地方 每一次我写都是这样 好 我给你一个例子 比如说我写 这是我写的 差不多一样 是不是 不过有点潦草 不过我拿比较整齐的来讲 你看 一对一的MDO 你不一定要把全部谈完 而且顺序也未必是这样 就是谈多人的时候一样 它顺序也不一定一样 所以通常我是几十谈MDO 通常第一天 我会分几天谈 我不会一次过把全部东西跟他讲 通常我不会 那么我会第一天跟他谈我比比 可以close我close 然后我就会做很密切的跟进 我在做指教的时候 我喜欢说突然间出现在他的门口 出现在他的店门口 出现在他的公司附近 通常我都会讲 就是找机会 一直看到他 我看到他的时候不是去烦他 不是 我刚好经过 打个招呼 还是有空喝个杯咖啡 喝咖啡的时候也没有讲任何东西的 从来不讲的 所以我通常OBB完了过后 我一定会留多一条路 比如说明天 我会再见他 然后我明天要见他之前 的中间 我一定也会见他 不过我见他呢 比如说 比如说 我给你一个例子 我时常都这样的 我去到一个地方认识一个新朋友 比如说在飞机上认识 认识了过后聊天聊天 留一条路 是不是啊 我刚才有讲吗 留一条路 大概明天这样 好 我看有没有 我打给你 差不多是这样的 明天我约了他 约了他过后 就会先 FORM FORM他 我对他有一定的理解了 然后我就开始讲我自己的 讲我自己的过程 这过程来到 然后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 OPP的开头语 通常我OPP之前 我都会有一个 开头语 就是我从哪里接进去 然后开头语玩了过后 就可以进入OPP 会比较顺的 所以谈OPP 谈多次了过后 你自然而然的 就会形成自己本身的OPP开头语 有没有 就是你谈完这一套 你就直接切入 十大杀手 有没有 就会切入得比较顺 最近我谈的OPP 最近我谈OPP 他们跟朋友谈 最近我谈的OPP呢 我是用健康的游戏 切进去 以前我的NTO 有谈多一个部分 就是健康游戏和金钱的游戏 有没有 就是人一定要玩的两个游戏 一个就是健康的游戏 然后通常我说 我不知道你对健康的概念怎样 就是我 总是在聊天的时候 有两个游戏一定要玩的 有时候我先讲 讲完金钱游戏 然后当我讲健康游戏的时候 我会问他 你对健康的概念 健康的概念怎么样 他说 我说你觉得健康重要吗 重要 这是一般的答案 对不对 然后你就大概知道 我怎么切进去 是不是 有时候我是 比如说 我就会讲这样的一个故事 我是做销售行业 很多年 美容产品也卖过 床垫也卖过 其实我很厉害卖床垫 睡觉的 你们有没有买过 没有 磁床有没有买过 没有 你不要遇到我 真的 我以前卖磁床很厉害 很厉害 因为我单单只要用讲一个 我单单只要讲一个 再好的产品你不用 等你没用 是不是 是不是 再好你不吃等你没用 不过你需要睡觉吗 你一定要用 是不是 你有去用 那就是好 是不是 从那边就开始这样 切入 它就死定了 不过 两千多块 新币 没有用的 成本很便宜的 真的 好了 不管怎么样 我刚才为什么讲到这个 对 我做这个行业很多年 所以有时候我会遇到很多奇怪怪怪的顾客 你看 其实我已经在暗示他了 我多多少少已经暗示他们 说 我是做销售的 不过那个时候 我已经 之前的FORM 过后我的自我介绍 已经不允许他去插嘴 而且多多少少我已经很了解他 然后他的心也多多少少开了 然后我就会开始这样 然后我会遇到一些顾客 然后这些顾客呢 有时候给我逼到 无路可走 他知道等一下我要逼他了 逼到无路可走的时候 他非买不可 然后他又不想买 他就会 触绝招 他就会说 你讲到你的产品这样好 我吃了 给车创始这样 就是那种自暴自弃的人 知道吗 我健康又怎样 出去外面遇到意外 也是没有用 是吧 有没有遇过这样的顾客 自暴自弃的 就是 现在出绝招了了 通常我第一个反应 我就会笑笑 然后 也不会有 什么反应 我就 很自然的笑笑 然后好像有点为难这样 然后我就会突然间 我是会讲 其实老师说 给车创始还好 怕是什么 给车创了你不死 你不死还不用紧 你手断 你的脚断 或者遇到更严重的 就是创的时候 车跑去那边 突然间一个 卡车上面有一只铁子 直接对你的 这边插过去 从那边穿出来 然后你某一些器官 不能用 然后你没死 然后这辈子 你需要躺在床上 要你身边 爱你的人 什么事情 要你身边 爱你的人 照顾你一辈子 那才恐怖 是不是 那才真的恐怖 所以你真的不要以为 这样就创始 就没事 不是这样的 创始还好 真的 所以我说 我刚才讲的情况 就是说 那个人躺在床上 需要他心爱的人 照顾他一辈子 就是遇到意外 心爱的人要照顾他一辈子 这种情况 如果没有遇到意外 有没有同 就是同类的情况 也需要他身边的人 照顾他一辈子的 有没有 也有很多 他不用遇到意外 不过也有很多 然后就 十大插手出来了 是不是 这种就是OBB开头语 我怎样把它拎进我的OBB 不要突然间 十大插手 很奇怪 你要有一个东西这样 顺进去 带路带路 对 把它带进去 所以OBB开头语 是很重要的 那么 尤其我讲到 这样的情况的时候 让他胜利其境的时候 他会 尤其讲到十大插手的时候 我会讲 他会有点 然后我讲的过程当中 我一直会带回十大插手 带回十大插手 带回十大插手 然后最后 我说 产品已经讲到这样了 无敌 对不对 但是你自己都觉得 是无敌的情况 尤其是第六代 又加这个加这个 第五代已经讲 第六代又加这个加这个 加完了 我都讲到 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 然后你又知道 有十大插手了 如果你不买 我就打你 就好像开玩笑这样 他就会 然后通常 做成交的动作的时候 我就会讲 我们要敢叫人家买 你要敢 讲 叫人家 拿钱出来 要敢讲 很多人就是 谈完了过后 你看住他 他看住你 讲半天 看半天 然后那个人 也没有敢 不敢叫那个人买 就是说 就好像踢一地球 踢踢踢踢踢 要那个 那个射门吗 你要射门吗 对不对 你这样 不射 这跟你 你踢的多好都没用 对不对 你一定要去射门 那个是关键的一个 动作 所以有时候 我通常都会讲到钱 就会把他 拎到钱的问题的时候 我就会讲 我想问 他有可能说 不是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可能不方便 我就会问 是不是钱的问题 是不是钱的问题 把他 直接 去到脚头了 是不是钱的问题 他说 算是 这样 你方便拿出多少 如果是这样好的东西 你方便拿出多少 你能拿出多少 你看 这种问题 他就开始进去 钱的东西 谈钱的东西 你就有机会 是不是 然后有多少 先收多少 有多少 先收多少 收了过后 不如我 五分钟 再谈谈谈谈 看可以不可以收 有时我这样收 一部分一部分 收到了 收到完 就是这样 然后很爽 很爽 成交友真的是 很多 什么方法 很多方法的 不过主要的是什么 你要敢 你要敢跟人家收钱 很多人很怕 他收钱的时候 不懂 他放不下什么东西 面子也不是 也不是 不懂是什么东西 就是 不敢跟人家收钱 做生意 你一定要敢跟人家收钱 是不是 你不要去怕 赚人家的钱 你不要去怕 而且最重要的是 你要跟自己讲 这个不是一次性的 我后面还有一些服务的 对不对 有这样的承诺的话 你就觉得 他是比较问心无愧的 你要理直气壮地去 要赶去哪 其实多多少少 MDO里面都要提到的 然后呢 因为我一谈到OBB去 第一天我谈完OBB 第一天我谈完OBB 过后 过后我一定会跟进 就是说我一定会留掉一条路 明天 或者说我会留一些工具给他 我找想方法 留一些工具给他 现在不要少工具 我就会留一些东西给他就对了 我就说 通常我都会说 这个我是要最后一个 是不是 以前我都是用这一条 这个我是要最后一个 你拿去读 你拿去看也好 书也好 什么都好 我明天 如果方便 我会来跟你拿回 我先D-up这个工具 他自己本身也想看 然后隔天 我又见他多一次 或者说 我现在也是很忙 不如这样 其实还有一些东西 要跟你讲的 不如明天 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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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给你 明天 我打给你 你看我又留一条路了 他有一个心理准备 知道我要打给他了 对不对 这种路是很重要的 你不要 完了 走 然后你突然 又想要找回他的时候 就很难了 所以如果你这些东西 做得好的话 其实我是喜欢分几天讲 我喜欢分几天讲 第二天 谈什么 我谈制度 第二天 我会谈制度 然后第二 我会讲一些 讲精制度 我会讲 万杀 毒杀 这样 通常我会讲 万杀已经很难了 是不是 万杀难不难 这边的人厉害 这边的人厉害 全部都做到了 就觉得不难 万杀其实对一个新人来讲 是非常难的 是不是 因为他们一套都没卖过 突然间要七八套 哇 对他来讲 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 然后我们就一定要 万杀已经这么难了 当时我们是 哇 表扬到 整场 只表扬一个万杀 你懂 Rivet有整场表扬过 一个万杀过 你知道吗 因为那一场才21个人 包括我 包括我在那才21个人 我们的第一场的表扬大会 然后 哇 我就会拿那一场来讲 哇 表扬一个人 哇 万杀是很了不起的 已经这么难了 既然还有人成为毒杀 就是两边 一个 他制造两个万杀出来 哇 我就一个一个 跌到飞马的时候 哇 他是一个神了 对不对 如果从一开始这样讲的时候 哇 飞马的时候 他已经是神了 我就会说 问题是什么 这个公司赶赶有300个飞马了 现在 怎么难都有很多人做到 我就会让他回去看 只有一个产品 他能够做到这样 这个产品应该是这样的产品 对吧 如果昨天没close 我今天又在 TEM closing 多一次 我又再试试看 试试看再做多次成交动作 或者说昨天买一套 今天又买多一套 没有啦 没有啦 就说让他知道说 哇 买的东西 哇 是对的 然后呢 我通常说 我没有空了 我要走 聊聊一下 然后 因为很长远的嘛 我不需要这一刻 跟他讲完的 第三天的时候 我要约到他的时候 我就谈NDO 我就是要启动他了 我就是要启动他了 一个顾客 就算是一个顾客 我谈完制度 我谈NDO 这是很 我谈这个 然后我就会在他面前 我就写 写写写写写 他在那边看 我不要管他 你就写写写写写写 写完了过后 我才选择性地谈 昨天前天 昨天的前天 你也大概听到了 我谈的这个 我讲的这个胜利 你这本胜利应该知道 不得了的 这么多人赚这么多钱 给他看Deximonia 给他看什么 给他看什么 工具很重要 我每次讲完了过后 Deximonia很重要 你要给他看 然后呢 我就会跟他讲 你必须来做这个行业 然后这个行业 他有他的方法了 他不是要随随便便 只是卖东西 这么简单 我就会开始讲 通常我会讲 为何做reway 我会讲 为何做reway 我一定会讲 然后两个观念 我会讲 因为两个观念里面有 D-up的东西 而且很容易 很带过的 比如说为何 为什么你要做 为什么你要做 我不需要 好像刚才这样 画graph这种 不用了了 为什么要做 比要怎么做 还要重要 对不对 为什么做 肯定比怎么做 还重要 为什么你们要来今天 因为看我是不是 因为现在这个课程 是不是 这是你们的目的 所以你们会大老远的 有些人从日本来 有些人从韩国来 有些人从台湾来 有些人冒着生命危险 从中国来 有没有 你们懂为什么要来 所以你们才会来 要是你们不懂 为什么要来 我跟你讲 一百个方法 怎么从你的地方 来吉隆坡 你会不会来 不会啊 怎么来不重要嘛 我只要跟你讲 为什么你要来 我不需要跟你讲方法了 你自己本身会想方法来 是不是啊 你可以坐飞机来 你可以开车来 你可以坐船来 你可以偷渡来 因为你知道你为什么要来 你就会 去想方法 对吗 所以首先你一定要知道 为什么你要来做 我是跟那个顾客讲 你要懂为什么你要来做 比如说你的生活会更好 比如说你可以给你的家人 是更好的生活 比如说你有多一个收入 这些我都会给他知道 OK 然后呢 我就大概教他一些方法 有可能长远的想法 就会可能跳一下 去到百分之一百复制 那刚刚讲说 这个方法很简单 你看昨天我 我前天是用这本书来跟你讲 你看简单嘛 看到字读字 看到读片讲故事 你看很容易的 那我们公司 就给他看大会的照片 大会的什么 大会的视频 然后呢 跟他讲要怎么借力 很多时候不是你自己厉害 就拿几个例子 几个成功的一些例子 给他知道说 这些人 之前也不厉害 不过因为可以借到某一些力 所以他们今天成功 会拿一些这样的例子来讲 主要是要跟他讲说 他是可以有很多东西 可以借到他的力 从Andio里面讲 上个秘诀我去跳 谈四个条件 想要改变他的形象 就说如果你要开始 一些形象的东西 有时候你要去见顾客 还是什么 你要去改变一下 人家对你 你觉得你比较可靠 觉得你比较说 可信 可信度比较强 所以顺便改变一下形象 然后就这样讲 就按照这样讲 你觉得那个时候 适合这个人 五个原则 那个时候你跟他讲 他是不需要知道的 三个秘诀是 在过程当中 遇到问题的时候 才需要用到的 五个原则是 那个组织的运作 然后要开始有组织的时候 你多多小时 才在比较多人的时候讲的 然后 跳六个步骤 跳七件事情 就跳到完了了 其实直接六个步骤了 直接开始 对不对 所以其实基本上 只要谈二三四 二 一二 一二 四 六 是不是啊 谈一二十六搞定了 然后我就是好像 刚才讲六个步骤之间 拿写名字 因为这个过程当中 三天来 你见他几次了 很多次了 肯定超过三次 我一般都会超过三次 我曾经带过几个 我带过几个 十个里面 有八个 第四天后 这样穿 真的 第八天后 大概80%到90%都有 第四天就这样穿了 就背上这三样东西 第一天我BB 第二天制度 第三天MDO 而且这三天 我已经对他的家人 对他的老婆 对他的孩子 对他的老公 对他的父母亲 很殊聊了 我就有一定的熟悉了 来到Liway也是这样的 我Floar IV就是这样的 一直到他以为我要追他 会怕 真的 一直出现在他家父亲 一直出现在他家父亲 就是这样Floar Floar 刚开始的时候 所以 大概一个 一对一的 OK吗 OK吗 就是这样简单的 不过你要多谈 然后有几个的时候 做一些深度 OK 比如第二个出现 第三个出现 第四个出现 不如我们group一下 谈一场MDO 我们Liway第一场MDO 有几个人 有一个在这里 四个人 就四个人 连四个人都对咯 四五个人 我group一下 我谈MDO 我谈MDO 来 我看住这个人 我来解决这个人的问题 你知道吗 我看住那个人的时候 我解决那个人的问题 有时候 他问你问题 你直接回答 很难的 你要借力 因为一cloud 我们讲cloud 这个cloud也是力量 对不对 在这个cloud里面 因为有cloud的力量 所以你会静静坐在那边 对吗 要是没有cloud 一个人 你坐在那边 你可能就会问问题 你可能就会 甚至会顶嘴 对不对 cloud也是力量 我们要借用cloud的力量 四个人 三个人 就是一个cloud 有人就是有力量 我们要借用这个力量 来影响这个人 借用这个力量 来影响那个人 明白吗 尤其在谈话的过程当中 这个是 你们要去练习的 好了 一下子半个小时 很快的时间 我尽量赶快了 也不多东西 也不多东西了 BSC 谈一下 Consentious 第二代 再强调多一次 我们这个月 三个月的业绩 是两年半 Consentious 加起来的业绩 还高 来掌声一下 不要这样 不要这样 不容易 不容易 它是不容易的 首先真的要感恩你们的支持 和爱戴 真的非常感恩 第二代 前面的几个部分是一样的 第一代 我们在介绍第一代的时候 是一样的 为什么 因为这产品 前面的都是一样的 很多部分它是保留着的 而前面的卖点太大 我们不可以把它默杀掉 前面的卖点是非常大的 所以首先我们先 通常我跟人家谈BSC的时候 我都会问他 你有从事美容业吗 你有做过美容吗 做过美容业吗 就是有没有赚过美容业 这个里面的钱 做过生意 还是做过美容师也好 什么都好 你有做过吗 通常我会问他 没有做过 你觉得美容这个市场大不大 当然前面要有一个BSC的开头语 要怎么拎去这句话 要怎么带入这句话 然后进去 进去这个 是吗 美容市场有多大 999B 是不是 999B 就是一兆 一兆美金的市场 这些都有 你们都有 你们不用拍 你们是在录 一兆美金的市场 所以你看 你没有在做美容 这个市场 这个钱还是照样出 是不是 而这个真的是很大的市场 那么我们要去思考一下 我们要怎么样去拿到这个钱 要怎么样去拿到里面的份额 因为太大了 一兆美金 一兆几个铃 几个铃 一兆几个铃 12 18 9个 很多啊 多到没有人懂 谁有一兆 很少人 对不对 非常非常少 好了 那么通常 如果说今天我们去 从事美容业 我们可以做什么 开美容业 对不对 卖美容产品 自己找一个牌子 卖一系列的护肤品 这些 如果单打独斗 你觉得会怎样 单打独斗 并不能够做任何东西的 你不能做多大的 一个人 对不对 不过今天我要跟你分享了 一家公司 我还想不懂 可不可以 接下来你听了过后 不懂 你觉得可不可以配合了 就介绍Reway 是不是 这一张有改一点点 我加第六代进去 那时就有第五代 那时第五代 第六代还没出 我出Quantus One的时候 我加第六代进去 十年来只销售一款保健产品 年营业额 年哦 年营业额一年 超过 美金十亿 来掌声 这是真的 第一代 去到第六代 然后只有一个产品而已 一个产品过 这个产品肯定不得了 对不对 然后第一代的五个成分 一直到 第六代的十二个成分 第十二代 第六代的十二个成分 开始研发 越来越珍贵的成分 结果这家公司很奇怪 他没有起价了 你看我是在 D-up这家公司 是不是 这家公司 一直在 把他的产品 越变越好 越变越好 越来越夸张 而他很坚持地 没有去起价 意思也就是说 他不是为了赚钱 这么简单 是不是 他想把东西做好 他想把东西做好 那么短短十年 他的年龄月额 可以去到十亿 我相信 他的这个前途 是不得了的 是不是 而且去的市场还不多 他占据的市场还不多 还有很多很多 新的市场会发展 接着下来 还有很大很大的潜能 D-up这个公司 然后这家公司 打算做美容 现在 他打算进去美容 这个时候 才想进 然后呢 就会令到哪一个 然后以这个 这种性格的公司 他就是 我们讲 要达到一个目的 他没有把这个成分 分开来卖 把它全部放在一个 他希望说 一个东西 就能够达到效果 的这个方向 就是说 他注重的是效果 这家公司 他要出一个产品 他注重的是效果 因为最重要是效果 对不对 就是有效果的话 他才知道 他才有可能在 刚才那个 一兆美金里面的 这个份额里面 占有一席之位 只是包装 这种是不够的 他要有一定的效果 讲到效果的时候 如果这家公司 美容 我们讲美容的话 最有效果是什么 是什么 下一篇是什么 你们没有谈过BSC 什么 就是整容 也就是这家公司 可以做整容 他一定做整容的 如果这家公司 可以做整容 他一定做整容的 因为效果是最明显 最快 是不是 不需要问题的 你要怎么样的都可以 你要怎样的眼睛 他给你怎样的眼睛 你要怎样的鼻子 他给你怎样的鼻子 你要怎样的眼睛 他就给你怎样的眼睛 是不是 最快 不过问题就是 整容都是 叫医生的那种 对不对 然后整容也很竞争 你一个医生 你一个整容医院 你能够做多少顾客 对不对 他还是有一个限制 一间医院 他的营业儿 他有一个限制的 他就会锁在那边 他被锁在那边的 然后你要排队的 然后排队的话 这个胜利就小了 是不是 他没办法做master 这胜利就小了 就算有效果 他胜利也是小的 个人还不能做 那么整容不可以的话 可以打针他打针 那么针也是要医生拿的 对不对 一牵涉到医院 一牵涉到医生 市场就小了 他就变成很有限制 你们都懂吗 就算营业额很高 它是分散了很多很多很多的人 不是集中在一个人 好了 那么 下一个是什么 我看一下 加有害成分进去 就是 加一些荧光剂 一放下去 马上亮亮 白白 不过对身体有害 对不对 那么 这家公司 坚持不添加任何 有争议性的成分 这句话也可以讲一下 就是说 不只是有害 有争议性 他都不要 这张就这样 就这样聊过 这张以前我在BSC 也有聊过 回去refer一下 参考一下 然后下一张是什么 很久没有讲BSC 各大品牌 就是说 我们来看看一下 别的公司 大公司怎么做 是不是 别的公司 大公司怎么做 大公司就会做很多研发 研发自己独特的一个成分 这个成分研发出来过后 经过测试过后 它有一个独特的效果 比如说 这个是可以美白 比如说 这个是可以抗敏 它有一个独特的效果的 他们把它专利起来 变成只有他们公司可以 可以卖 那专利通常只有10年 15年左右的 过后就必须要开放了 那么这些专利 问题就是 这些有效的专利 它只占这个产品的 一小部分 对不对 一小部分 而且整产品就卖得很贵 非常非常的贵 大部分都是水 不过他们卖得非常非常贵 所以按照Reway以往的作风 他有一个很疯狂的想法 就是他看到这个市场上 这么多的这样的品牌 这么好的这些专利成分 他想要把它全部 拆在一起 好像Bertia这样 你了解吗 好像他的第一个保健品这样 他曾经做过这样的事情 他想要再做 然后过后就讲到 很难嘛 对不对 很难做到 因为它是不可能的 因为这些东西会有相似 它会排斥 它会 就是有一些效果 是不能够同时存在的 不过 经过无数次的这个实验过后 他做到了 他做到什么 就是27个有效成分 把它全部 就是只许增加 不许减少的标准 他做到这个27个成分 真正的谈法 你要去看回我以前的BSC 我现在给你们知道是新的 新的加什么 忘记他谈法 敢敢还在台上讲 好了 反正这边自己人吗 是吗 OK吗 OK吗 OK 应该不会把我赶下台了 我都想把我自己赶下台现在 OK 后来就有一个结果 我们做到 真的是做到 这个真的是 经过无数 无数次的实验 真的是人体实验 那么 找到一个这样的黄金比例 这个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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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 他不会有问题 而且效果非常好 那么就是比真金还难得的黄金比例 真正做到自动搜寻的结果 这些都还是一样的 你们都应该很熟 你们都是市场的人 然后做到各个方面 各个效果都有 你需要什么 他就是做什么 你需要什么 他就是做什么 他能够自动搜寻 自动寻找 打给得的 你需要美白 你需要白 他就给你白 你需要抗痘的 或者抗斑的 他就给你抗斑 在这一瓶里面 这是千真万确的 好了 然后就有地表上 无敌的喷雾 内涵总量将近60%的珍贵有效成分 超过60% 通常人家1% 我们60% 那是什么概念 一瓶里面超过60% 我现在我自己听了 我都说不了 连水 他都认为是有争议性 他家 以植萃为基底层 加花水 不是水 连水都没有 这好东西 我跟你讲 他谈到BB的时候 我会这样的 我没谈到一半的时候 就会 它会被影响的 你看看OBB不是在那边 一直讲 不是的 你要有表情的 你要有表情 你要有暂停 你要有情绪 其实为什么呢 因为你在谈一场 OBB 或者谈一场 销售的过程 就是一个appointment的时候 其实你在带那个人去看戏 什么戏好看 什么喜剧 悲剧 有高潮有低潮 对不对 有高潮有低潮 到了低潮的时候 你一把他拉到高潮 他就会 他会给你带动 我每次弹顾客的时候 他会这样 他会动的 我弹顾客的时候 他真的会动的 他会给我带动 我就知道差不多了 我在影响着他 对不对 所以你要 我自己都受不了 我把书放在后面 不要给他看 然后我又 我又继续讲 我会这样的 真的我会这样的 高农说全职务的 什么什么什么 纳米技术 纳米技术 很小 然后真的应该把 取这个名字 叫 conscientious 因为是要认真 把事情做对 从他取名字 你就知道 要取这个名字 需要有种的 对不对 对 就是你可以想象 他们付出多大的代价 多认真 最小的细节 他都 真的想把它搞好 讲到这里 我真的想要跟市里 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为什么 因为2020的1月份 公司12周年的时候 他推出 Consensus第二代 所以你今天有幸了 有幸运了 就是这样 讲第一代 讲到够力了过后 现在第二代 怎么样 结果 你知道这第二代 怎么来的吗 Consensus第一代 推出912天 两年半 两年半左右 在这912天里面 我们有至少 432个样品 就是第一代 一出过后 我们就 基本上每两天 就出一个 更新的样品出来 432个 你能想象吗 一直到这个 第一个出来不可以 第二个出来 reject 第三个出来 其实已经是 比第一代的还好了 每一个都是 比第一代的还好了 都是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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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更大的卖点 需要更好的效果 需要更好的东西 需要更好的东西 432次 你知道做一个样品出来 一个公司 在做一个产品 还是什么 打样 通常打几个 打几个 打一个 打一个就拿那个 因为打样品贵 是不是 打一只样品 一只 这样的样品 他们每次拿给我 两三只拿给我 老板 样品 一只成本 都要美金5000块 432 我们才 OK 够力 自己都被说服 用了过后 自己都爽 在这个过程当中 用在 6000个人的脸上 才推出 这个consensual 第二代 为什么要值得推出 请看 吸收力增加三倍 抗氧化力 提高三倍 什么意思 抗氧化是什么意思 抗老了 抗氧化就是抗老嘛 就是你 不会老三倍了 差不多是这样 应该是这样 敏感肌肤 耐受性 提高50% 也就是说 之前用了 可能会 会 有点敏感 那么这个的话 会减少50% 敏感的机会 效果更好 应该 敏感的机会更高 是不是啊 结果敏感 还下降50% 我要把这本书 收起来 哎哟哎哟 咕哩咕哩 一定要讲 然后推出 多项权威技术 强化原有 它还强化原有 72种以上的 20 72 72 72变 27种 以上的专利成分 我们不要再加了了 我们讲以上就好 27种 以上 就是超过27种了 现在 是不是啊 因为我在讲 复杂话了 就是说我们谈产品 最好不要讲 太多技术性的东西 不要讲太多技术性的东西 你越讲越多技术性的东西 它就会 越多技术性的问题 我不会很遗憾的 等一下这一篇 我就要讲技术性的东西 推出多项权威技术 什么技术 全部技术 终极完美的创新突破 我在大会有讲的 仿生威指南包覆 技术 Libosum 所以你看 仿生威指包覆 珍贵成分 它是好像一个 很像长龙包衣这样 它是一直在纳米的程度 它把这些成分包起来 去到我们的皮肤里面 才开 才释放出来 然后呢 而且是 开了过后 它就会找 它的target 它要去的target 然后 去哪个target high tech 然后又 然后又加多一个这样的东西 在这个Libosum里面 由布列达尼海茴香 什么是海茴香 我那时在大会有讲过 在法国的这个沙滩上 没有沙的沙滩 全部石头的那种沙滩 石头的沙滩没有沙 应该怎么讲 悬崖 海边 在海边 不过全部都是石头的那种海边 寸草不生的 一个植物都没有 结果一些人经过看到 只有一种植物 在那种情况之下 它生的很好 它生的很好 那个东西叫做海茴香 非常好的一个 甚至它算是一个 可以吃的 它也算是一个很好的 保养品 非常好的保养品 然后我们用这个海茴香 高度萃取 产生天然的仿生 干细胞包覆体 有海茴香的干细胞 基本上 然后其结构相似于人体的细胞膜 能有效率的稳定成分活性 你看我们不需要一个字一个字读 今天第一次我跟你们一个字一个字读 其实我们只要跟人家讲故事 因为太多字了 你只要跟他讲说 海茴茴香这样的一个技术 然后讲海茴香的故事 它跟他有什么效果 这个是很重要的 然后呢 第二个是流金离子导入技术 传承于日本匠人的百年流金工艺 运用石川县金泽式 Sukuda金泽粉 用这个粉 然后借由电厂的改变 使得带负电的有效成分 那些有效成分都是带有负电的 用同级相似的原理 将有效成分高效率的导入增皮层 就是它不只是把金导入进去 它把原有的所有的这些成分 也导入进去增皮层 那么离子电厂的产生 和协同促进所有有效成分 的吸收 所以它的吸收率提高 不只是因为流金 还是也有因为莱伯森 有很多原因 然后在第三个技术是什么 天然无防腐的保存技术 就是这三个东西 Honocul 然后McNorlaw和Sodium Lavulinate 避免传统的防腐剂 不用传统的防腐剂 因为那个是有争议性的成分 我们不用 因为高刺激性 而且会有致癌风险 那么现代的药理研究 发现其活性成分 这三个的活性成分 兼具抗发炎 抗菌 抗氧化等优越功效 就是本身 这个防腐剂就是保健品 你有听过防腐剂是保健品的吗 高利 这个产品 提抗氧化能力是 维他命E的一千倍 并具有清除自由剂的功能 就是也是抗老 单单它的防腐剂就能抗老 不要说 里面的成分多严格 是不是 这个不得了 第二代跟第一代是真的是相差 受不了 自己讲到自己 相差很多 我每次在顾客面前做这种事情 我现在是谈一对一的顾客 而且注意 还有一个非常高兴的东西是什么 出面膜 这一次 然后他完美科技变膜 浓重登场 就是不只是出 他选择产品很严格 他想要把全部东西放在一只产品 他还会出面膜 肯定还有一个更大的原因 是不是 为什么要出面膜 有人跟我说 喷雾 就好像吃保健品 很像吃营养品 那么面膜 就是好像打营养针 明白吗 他能够刺激 他能够 这一刻就可以 紧急性的时候 他可以处理掉你的问题 他能够处理你的问题 然后创新应用 微乳化与抗污染防护 两大技术 我没有讲太多 不过这个嘴巴讲 微乳化就是 乳制通常都是聚乳化 乳制 都是聚乳 通常是停留在皮肤表面 它很难渗透进去的 要能够做到微乳化 它的失败率是很高的 失败率是非常难 非常高的 需要一定的 很高端的那种工厂 才有办法做出来 不是一般工厂 可以做得出来的 我们有这个微乳化 有了这个微乳化 有什么效果 我要知道效果 是不是啊 刚才我用 你们看到我用吗 对吧 然后我 到开始讲的时候 我把它撕下来 你有看到我洗脸吗 没有洗脸 但我讲了不到几分钟 不到几分钟 我的脸干掉 是不是啊 跑去哪里 吸收进去啊 一般的那个面膜 你带了过贴材 需要怎样 需要洗掉 是不是啊 我就觉得用面膜洗掉 以前我不出就是因为这个 因为要洗掉 我说你用了面膜 你去洗掉 你们觉得很怪 我要一个不洗掉的 他们看着我 结果被逼出这个 真的是一流的 有了这个微乳化技术 给掌声一下 不是开玩笑 这是不是开玩笑的 还有抗污染 防护 听起来就是 抗污染 空气污染 抗污染 是不是啊 不过空气的确是污染 是不是啊 我用完面膜过后 我能够抗污染 怎么抗污染 你有没有发现到 你们用了这个面膜过后 有用过吗 有 你们用了这个面膜过后 你的皮肤感觉怎样 刚刚我讲到了吗 滑 不止滑 它还有一个很奇怪的东西 它其实是防污染 你有听过 莲花效应 这个叫做莲花效应 什么是莲花效应 你有听过一句话叫做 出自污泥而不染 它出自污泥 它还是很干净的 它还是很干净的 污泥旁边全部很肮脏的 不过只有它一个干干净净 这叫莲花效应 这个技术就好像莲花效应 你做了那个Masko后 你出去外面 就算是假的污染 它影响不到你的脸 一流啊 就这三章 就这三章 你们这样听我讲 这样烂 我相信你们讲的比我好 是不是啊 我以前跟我下线 就是这样讲话的 有时候人故意讲烂烂 讲的烂 我觉得你会讲的比我好 你比较专业 你讲的比较好 不过这样讲的都会觉得 哇 因为这些都是事实 我们必须要把它表达出来 是吧 把这些事实表达出来 再讲多几次 功力就很深厚了 OK吗 然后最后就是 用第一代的这个见证 因为我真的不想要加见证进去 因为见证已经不重要了 为什么呢 一躺到这边的时候 不要看这些 这些是假的啦 通常我看到这种 我都会这样讲的 我会跟顾客这样讲啦 是真的假的 不要管它啦 你的脸来 直接就是 碰半边 碰半边 Mask贴出来 剪一本 然后玩了过后 一定要给顾客试用 一定要的 所以自己本身 一定要有产品的 然后呢 而且一定要随身携带 用完了过后 贴下来过后 抓住它 带它去镜子前面 你看 你看你右边 你看 你看你眼睛那边 你注意看 你看当它注意看的时候 它会看到差别 没注意看 没差别啊 当你这样抓住它的时候 你注意看 其实你自己本身 也不懂差别 我跟你讲 我做美容 美容产品的时候 这么多年啦 我抓多少人啦 去镜子前面 抓住它 走走走 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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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左边 那是我讲左边 你看你看你看多好 他说刚才我是弄右边 都有 我都会发生过 曾经发生过 后来我就 OKOK 以后我一定要坐左边 坐左边 坐左边 结果一带给它的时候 左右又不分了 看到镜子又 又不分了 它的右在哪里 不过当你一开始 叫它注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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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齁 然后呢 来了 直接签单了 真的 我每次都是这样的 你一给它用 它签单的可能就高了 OK 抓去镜子很重要 你一定要跟它一起分析 你要跟它分析 你不要说你去镜子看差别 不要给它自己去看 跟它一起分析 OK吗 因为以前我在酒店 就是每次 我谈产品 谈完产品过后 全部就躺在我的床上 好像死了 就真的 全部躺在我的床上 然后有时候冬天 冬天在中国 很多人几天没洗澡的 所以我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 要闻人家的屁股 很多屁股的味道 是很痛苦的 不过他们全部躺在床上 然后我就跟他们敷 敷了 敷了 喷 喷 敷了 我这个六尺高 的大男人 我搬 好了 真的真的 他们每次这样形容我 以前 全部好了 好 起来 OK 一个一个戴到镜子里面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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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给他们看 要讲 一次 一次啊 好 我给你们一个例子 这一次的 consensual的效果是什么 我们实验出来的结果是这样 但是我没有讲 这事你们要听 配搭用 不要说配搭用 单一用 我单单用一个 用mask就好 或者用喷雾就好 它的效果是 三周 三个星期内 你的色泽会 浅一格 你的皮肤色泽 皮肤有一个色泽卡的 你懂吗 从浅到深 从深到浅 它是有一个level 一个level 一个level的 你单一用三周 它会浅一格 再用三周又浅一格 慢慢你就 没白 很白了 好 如果两个一起用 配搭用 先喷了 所以刚才我拿着 这些东西进去 先喷了才放 放完过后再喷 好 反正一下子就干了了 为什么 微乳化 然后呢 如果两个配搭用 两周前两格 所以配搭用是很重要的 实验出来的结果 实验出来的结果是这样 最好在配搭这个用 这个谈法你们自己想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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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什么 再次把第二首 前三格 不会啊 不会 我不知道 这个没有实验 我不敢讲 这些都是实验出来的东西 你可以拿你自己来做实验 反正有产品啊 对不对 你们都应该有产品 你们都是什么 你的 开玩笑 试用 我是你 我用maskin tape 连住 试用这一块 然后你这两块 白白 这样很可爱 然后你给顾客说 你知道为什么 我这边有一个圆圈吗 哇 多好卖 这个产品 对不对啊 你要被这个事业牺牲的 以前我告诉你了 什么方法我都用 我不是开玩笑的 什么方法我都用 为了说 更有效的把产品卖出去 甚至我们以前公司呢 有人真的用半边脸 用到好像中风这样 赚的收入超过两千万美金 我不是跟你开玩笑 但他在一张脸 他每次一出来 全场都买 他只用半边 后来两千万过后 他就开始用另外一边 现在正常回了 所以这个是真的是这样 我们在做这个行业 我们一定要在这个行业里面说 一定要有一个卖点 一定要用到 吃用的产品 一定要吃用到有效果 有感觉 你自己本身都 等一下 那个顾客用了 怎样怎样反应 好像没什么 你自己动摇 这个产品跟你一点都无关 不过我告诉你 单单三个月的情况 你应该知道 今年concensus不得了 今年concensus一定不得了的 你不要少一个这样的市场 你知道以前 我们在卖pati的时候 已经很多人都已经习惯 大部分都已经习惯 在卖保健品的情况之下 其实只有少部分人 能够去卖美容产品 你必须要是例外 就是说你 你必须要跳出来 因为当你能够跳出来的时候 你会再寻找到 另外一个组织 是卖美容产品的 以后我能够 我的画面就是 有一些组织 是专卖美容产品 concensus 而且做得非常的大 做得非常的好 就像我们之前 做bartier 做得非常大 非常的好这样 我们谈法 我们的角度 都是在bartier 以后会有另外一组人 不卖保健品的 他们只卖美容产品 也只会卖美容产品的 就像之前的这一般人 只会卖保健品这样 对不对 这些是 我讲的是组织的 generally 就大致上是这样 今天坐在这里 这些都是领导人 各位 这些人不是你 你必须要两个都会 你必须要两个都用到 有感觉 两个谈法 你都会 两种东西 你都会卖 你就会有两种 不同的组织出来 他应该在你的组织里面 对不对 对啊 好 好了 差不多了 够了啦 其实白请你们吃多一顿晚餐 不管怎样 差不多到九点了 九点到九点也不错了 好 那么 真的 很高兴 大家 还能够留到这个时刻 真的很感动 那么还有这么多人 在外面等 哇 刚才达多跟我讲说 日本人 韩国人 他们 可以进来吗 因为MTO已经讲完了 我说 OK啦 好了 他们还留到现在 我说 天哪 我们给这些日本和韩国人 一个掌声 太用心了 你们原本就应该被选中 真的 好 真的非常感谢你们 好 那么无论如何 这个 这个 二月份的这个 我的部分的培训会 大概是到这样 那么 你们自己本身要记得 我刚才所谈的东西 它不容易的 它不容易学的 包括你去看我2014年的 或者更之前的MTO 你真的要认真到 要去练习 要抓人来练习 好 你不要这样 尽量尽量寄 然后是上去 好 那些点 我有这样的要求 就是每一个人都要能够 能够写出来 好 能够 完全能够说 被盗背如流 它有真的帮助你的 如果这个都做不到 你抢什么成功 是不是啊 OK 然后呢 思考 这个点 老板用他的例子这样讲 我用我的例子这样讲 我 应该用怎样的例子讲 思考 我上线有什么例子 我自己本身有什么例子 思考 准备课程 都需要思考 很深的思考 我这样讲可以吗 我这样讲可以吗 要去思考 要去想 好 然后你们这一次 二月份 安排 安排谈了过后 那是 开始 那是你的开始 我上一次 2014年的MTO 我谈16场 当我谈到第10场 第8场的时候 我告诉你 我在台上的 那个 抓的那个时机 我的笑点的时机 我讲这句话 过后停顿 然后再讲这句话 那个 那个 那个标靶 那个hit point 都是 一流的 在里面掌握 下一句话 讲什么 好像唱歌 这样的吗 好像唱一首歌 然后几时要停 几时要讲 讲的那一种 出神入化 到第16场的时候 真的是出神入化 所以它不是一场的 它是很多场的 希望说以后你们的MTO 真的看一个人 你们能够说服一个人 当然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真的忠心地 恭喜你们 真的恭喜你们 你们在直销这个行业 一定会成功的 当你的MTO 真的是非常有说服力的时候 OK 所以 真的非常感恩 大家的出席 代表真的 Li Wei的所有的人 感恩你们 谢谢大家 Thank you very much 谢谢你们